老师跟章 知识小甜啦 哈喽大家好 我是佑正老师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育儿省钱尿章如何引导宝贝借尿布 到底什么时间借尿布又该怎么训练才是对宝贝最好的方法呢 其实博士大概在宝贝1岁半到2岁的时候 就会慢慢让宝贝尝试使用圆所内的小马桶独乘 但因为每个宝贝的身体发展都不一样哦 所以借尿布还是要依宝贝的专官去做调整哦 那该如何胖贝宝贝是否已经准备好要借尿布了呢 可以透过以下几点来观察 第一 宝贝的排尿次数减少 尿布能够维持2到3小时的肝爽 这代表宝贝的肝蠻阔肌已经发展成熟了 渐渐可以自主抗制排尿跟排便哦 第二 已经开始能用言语或是动作来表达序权 这个时候宝贝们自我察觉要尿尿或是想要变变 也是一个很好引导她训练表达的实际哦 第三 观察宝贝的左路 是否已经稳定了 能够自己穿脱裤子或是坐上马桶 动作发展成熟 也听懂懂大人的指令 只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就可以让宝贝尝试见料簿咯 那究竟该用什么方式才能顺利交代宝贝路程呢 我们下集再和大家分享咯 明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哦 记得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和我们分享 拜拜